好,下一題 下一題要說AB的電壓就是那個最左手邊的 最左手邊的電壓 現在就比較好算了 因為你看在計算過程中 你已經其實已經算出來過了 至少你已經算出來那個電流就是總電流五安培 你也算出來那一塊整塊的電壓 電流多少你都算出來過了 所以要說這邊電壓就很簡單很容易 電壓就很簡單很容易 然後可愛的小女生 二號有問嗎?沒有 咱們也問二號 答案六十 六十嗎? 六十是嗎?請坐 六十 有人給你一個肯定的微笑 你知道嗎? 我們在前面的過程中已經算出來過了 我們在前面的過程已經算出來過了 電壓就是六 這其實已經算出來過了 我們已經在過程中已經算出來過了 我們已經在過程中已經算出來過了 然後六十伏特 剛才是怎麼算的? 剛才就是我要算出電阻嘛 然後帶進去電流嘛 算在那邊的電壓嘛 OK 我們已經算出來過了 六十伏特 用總電流求總電阻 方法二 方法二 每個電阻都知道 你就可以用公式算出來總電阻有多少 你覺得這個現在可以用什麼方法? 你覺得現在可以用什麼方法? 他要求的是 A租之間的電阻總電阻 你是要用總電壓 總電流 氣球總電阻呢? 還是要用 每一個電阻都知道 利用電阻的串聯並連工具算出來他呢? 三十要討論過嗎? 三十 討論過沒有 答案 答案 對啊 你給我一下 明人要救妳喔 二十六 二十六 第一個就是利用電阻串連閉電公式球 第二個是利用總電壓總電流球 現在我們用電話方法做 我這裡用電話方法講 第一個總電壓就是左邊的那塊病人電壓 加中間的R3電壓加右邊的病人電壓 對不起病人電壓 剛才已經算出來過了 我加起來 他已經算出來過了 六十三個都算出來過了 剛才過程中都算出來過了 過程中算出來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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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加起來一百三十幅 總電流就是五安培 他告訴我了 所以呢 帶進去R點壓一分之V 所以算算二十六 算算二十六 沒有 最後 總電壓 其實我剛已經算出來完 我剛已經算出來了 剛才的過程中我已經算出來 多少 十五號 十五號有問過嗎 早上問過了 早上問過了 還沒啦 十號 早上問過了 問過了 九號 九號 早上也問過 怎麼都問過了 六號 六號 三十 三十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 前面怎麼算欸 三個第二雙家 三個第三家 全 MARY 103 就找幣連跟串連公司一樣 有一個電流的 有一個電壓的 有一個電阻的 幣連串連公司 所以要先把這些公司都備好 記清楚 那你就運用它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了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謝謝快要練習